欢迎收看9月14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选 尽管买一举服务否认非法收费 以处理更新客工工作准证的指控 但行动党马六甲市国会议员邱培栋 却紧抓此课题不放 今天还在国会媒体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兼程 政府还未正式同意 延长MyEG处理客工工作准证的合约 因此MyEG无权向雇主征收任何费用 且必须尽快将此前收取到的费用退还给雇主 上述指控确实给MyEG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马银行研究分析员认为 该公司没有犯下任何不当行为 分析也相信MyEG的特许经营权 将在未来几周内正式获得延期 MyEG在7月10日就有表示 收到内政部7月4日的通知信 确认合约获得延长三年 MyEG的股价今天只跌回升 闭市时收报在78.5弦 全天微扬0.5弦 共有超过2700万股一手 经过10年 经济学人智库再次就不同国家或地区 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力进行排名 这份中国海外投资指数近期出炉 相比于2013年的榜单 新加坡超过美国 成为最佳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地 印尼和大马也分别排在了第二及第三位 至于曾经在榜首的美国则大跌至第28位 香港也跌出三甲 从第三位下跌至第四位 报告指出 新加坡的魅力在于 它是一个成熟的全球商业中心 与中国有着紧密的文化纽带 以及在中国与西方紧张关系中保持中立 至于马来西亚的新引力 则表现于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 和与中国互补的供应链 报告说 自2013年以来 东南亚和南亚的排名 稳步攀升 本引出这些国家 有较好的增长前景 丰富的战略性自然资源 中产阶级正在崛起 最关键的是 对中国的投资者持相对开放的态度 官方数据显示 上半年我国产业市场保持稳定 成交量超过18万4千总 虽然降低了2.1% 但成交额依旧提高了1.1% 升上853亿7千万令吉 根据国家房产信息中心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数据 国内总共有26286个住宅单位滞销 总值高达183亿令吉 但与去年同时期相比 无论是滞销住宅单位的数量还是价值都有所改善 分别下降了5.3%和0.6% 而全国滞销单位最多的州属落在柔佛 达4717个单位 其次是雪州的4307个单位 总值皆超过41令吉 至于未出售的在建住宅和未建住宅单位 则分别有54,844个和7,927个 当中以吉隆坡占最多达11567个 而雪兰额和霹雳也紧随在后 分别有9,653个和8,404个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地鱼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